我看Youtube是用Logon了戶口來看的 我就不知道只是我經常看到這些投資的廣告 還是其實其他人都看到 我就想分享一下這些是什麼廣告 這些是一些投資的廣告 它通常就是首先會有一個貌似很誠實 但很有錢、無憂無慮 又不會跟你計較淺冷的人 因為它已經上了案 不過它純粹想關照和大脅其他人發達 哇!有個這麼崇高的理想 是完全無私的 它通常一來就會 新光頸靈 不知道這樣算不算是新光頸靈 但是不及它背後 它通常有一個道具 就是有一個private jet 這個就是私人飛機 另外一兩個都是類似這些廣告 通常用名貴跑車 因為你可以到處去 你不可以拿著私人飛機到處飛 隨時降落 這個是一間 另外一間 就是… 先說一下這位人兄 他說到他只叫Michael Crawford 在FORBES有訪問他 嘩!這麼厲害 FORBES 一副暴司 他做一個private jet給你看 誰不想要 他就說 他這個廣告沒有看完 都是那些板斧 他就說 我只需要你三分鐘來的時間 其實我… 我沒有什麼想殺案的 不過呢 就是我想幫你發達而已 那你找到他 沒有一樣東西是對他的positive 每個人都說他騙錢 是演員 fake actor 那其實是不是呢 那你自己判斷 你自己judge 那他呢 這個是另外一間公司 那他的名字呢 發音是很像那個名… 那個很出名的電動車 那我就不說他的名字 免得了 那他呢 這一間呢 就是… 他就是主角了 那他就說 他的founder 他是個創辦人來的 那他專門呢 就是… 那不是 他呢 之前呢 就是寫了一個app 就是自動買賣程式那類東西 那然後呢 他現在呢 就是已經上了案了 哇 他市值不知道多少 多少億美金 然後呢 他就準備要上市 那他就說 啊 我現在呢 是很想幫其他人發達 那他這樣說 那他這樣說 那他講完他的背景 那你聽到 哇 真的覺得他很厲害 那他真的那個實力很雄厚 那他去找一些演員 那通常這些一定是有很多演員的 那就說 是呀 真的呀 是不是真的呀 那他就看到他的盈利 哇 賺了很多錢 那他呢 那他呢 跟著又找其他演員 就說 哇 我賺了五千七元 第四十二日trading 只是那天賺了五千七元美金 美金來的 是什麼概念 是一整五萬元港幣 那跟著呢 哇 聽到你呢 哇 如果有公樓壓力啊 哇 又被人裁員 凍身啊 減身啊 這些聽見呢 就馬上飛撲過去了 但是冷靜一點啊 那他呢 就很多那些板斧 一步一步呢 令你陷入 這個 是一個幻覺 但是你會整一下整一下呢 很希望你的幻覺是事實的 那 例如呢 這個演員呢 他就說 他的動力呢 要賺錢呢 就只是想幫那些 那些 小朋友 和那些家庭很窮的那些 就是脫貧的 那他就用一些主觀鏡呢 好像很業餘 很 amateur 就把電話放在桌面 拍上去 連天花板的燈都拍到 你看到 那些 就是那些 反光了 那你不是覺得他很真實呢 很真實呢 他經常找到那些人 好像你或者我那樣的 那這些人呢 就是那些 哇 很窮啦 就是那些 要掙扎圖存 那這個呢 很想財務自由 又說他欠很多錢 要供樓的那些 那些 又說他熟了他的貸款 那些什麼 那些 這一位阿哥呢 就說他 哇 就是 已經賺了半球美金 半球美金 四球港幣 你信不信 那有些什麼 可以讓你這樣賺錢呢 我當你自動買賣程式 那個是真的 但是是什麼呢 什麼可以 只有贏沒有輸呢 然後呢 這位呢 就說 他賺了 噢 八千多元 Pure Profit 那是 不是很多啦 這個不是很誇張 但是他會令你覺得 哇 這個也好啊 八千多也好啊 幾萬元我也夠啦 這樣 然後呢 那這一位阿哥哥呢 就賺了六十日之內 賺了十五萬幾美金 即是一百幾十萬一百頭 一頭多一點的港幣 那他就說 他買了 個Dream car呢 就是Land Rover 差不多啦 Land Rover 一百 差不多啦 然後呢 又說 咦 那這個 或者你好像我兒子那樣 我兒子很喜歡 經常去沙灘玩的 那你又可以 投資這些 你便有錢啦 你便可以實現 只是玩不用做啦 那這位 呃 這個主持人 又出現了喔 那他呢 他呢 就會 他又跟你說啦 啊不如我就 說給你聽 我成功的故事啦 那你找他呢 是找不到的 沒有這件事的喔 你找不到他的 是沒有的喔 那 所以呢 這些東西呢 就是只要你去調查 你直接找不到這間公司的 那這間是甚麼公司呢 如果你這麼成功 Tesla 他以為你是想說 那個車的Tesla 是不是 那個Tesla 好像不是這個啦 是不是 那 然後呢 有一天呢 你便發現 你再Log on 他的Web site 你一切就失效了 就變成 Unable to Connect 那這究竟是甚麼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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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他可以 你一 Log on 你便馬上收到 派錢呢 這個其實就是這樣的 有一次呢 我便好奇 我便調查 是甚麼事啦 那這一個 我當日打的 就不是任何以上 這兩位主持人 又不是他 不是 又不是 他 又不是第一位 開飛機 有個 私人飛機的 都不是 那就是另外一間 那那位呢 就好像是 那個人呢 就開主架 Lamborghini 好像是 那你打電話去吧 那 他好像有一個Web site 那你Click 在他那個廣告下 就Click了之後呢 那他有一個電話號碼 你一按 他自動就打了 去那個地方的 那 然後我是覺得 我等了很久 也不是說 很想知道甚麼事 打來 即是想知道是發生甚麼事 但是等了一會 我都沒有心機 那我收線了 但是 幸好我收線了 要不然我也不知道 他們那麼aggressive 嘩 好積極 打回來了 那我電話顯示 因為他差不多 二十秒之內就召喚 是一個UK 顯示 UK 的電話號碼 那位先生呢 在電話裡面呢 他都是說一些 很British的語言 他就是問我 你是不是想了解多些 那他不等你的答案 是否要了解多些 一論嘴就開始說了 但是你是知道 他有一個策略的 在哪裡 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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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你有沒有問題 或者看看他想調查 或者觀察一下 你的興趣有沒有想變淡 或者是怎樣 他很懂得掌握這個節奏 然後呢 總之他就說 你現在有沒有一個電腦在你旁邊 或者你的手機 然後他就教我 怎樣去登記他的網站 登記了之後 他就說 那你就可以一步一步 step by step 帶你去開一個帳戶 然後呢 去到某一個step 你就是要去入錢的 那他入那個錢的人馬 通常是二、三百美金 因為他是要有行政成本 或者打電話來打電話 他也要錢的 他要請那些人來 逐個電話打電話 又要碎你 又要哄你 又要引你 總之 那他可能去 搞一晚 他未必是每一個call都成功的 他都有他的行政 他有開支成本 那變作呢 我想二、三百元 是一個你不用考慮得很重要 有任何人都幾乎拿得出的一架馬 你有的電腦 你身邊有個手機 你還有上網 你不會幾百美金 力不出 所以這個是很容易 就會成功到的一個人馬 其實他寧願選一個容易成功的人馬 默默 好 就比他要一個很大的人馬 分分鐘他很久都成不了一單 對吧 他當然計算過數 即是正算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些就是龐氏編局 那他怎麼可以即時給你回報呢 因為是不停有人打電話入錢下去 他不停地成功幾百元幾百元 有些人呢 他應該是有個系統 令你感受到 咦?你賺了幾百元 那你就會 他應該有個方法令你奮身 越陷越深 那有些人呢 哇 瘋了 會不見了很多錢 整副身家 推進去 都不定的 不知道啦 當然他們也不會公開 很多人分享他們的 這些悲劇 總之龐氏編局 他們每一次都是 一個這樣的系統 都是 你組進去 你就有機會賺到錢 但是你隨時 就會被人掩蓋 因為始終這些 不是一個合法的機構 只要人家投訴得多 那便會被人掩蓋 又或者是那個主腦 認為 哎呀 我都賺夠了 開始沒有什麼人落答 或者開始被人唱 去騙人 那他覺得 哦 是時候 葛和青了 那他就走了 那你就發覺 他就是會 不再可以下降了 那至於 他有沒有一個程式買賣呢 是任何 你就算你想到的 任何一種 最高風險的投資 都給不到這種回報 而是包你賺沒有輸 那你 那我當你去 trade 金 的合約 期貨 那是一張合約 是說1000盎司 什麼叫1000盎司 呢 是1500萬港元 你是trade這個蛋白 那你想一下你的槓桿 你拿著幾十萬 閃兩閃就零了 何況你拿出二三百美金出來 你覺得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它一定不是拿你的錢去買期貨 或者買Forex 因為就算你去買外匯 都是不可能不用Deposit 因為你賺當然好 你輸誰輸給你 誰幫你給 那不會有人幫你給 我賺都賺了贏錢 我幹嘛給你呢 你想一下不可能的 所以它一定不是拿你的錢去 trade 你的錢是沒有離開他手 只不過它一直引下一層人進去 落答就是將這一層的錢 就是用下一層進去的錢給你 然後再下一層的錢給這層人 那就好像很多錢派 當它這個速度一減慢 這個局就爆了 那這些就是 早進去有好處 有機會賺了錢 你又及時拿著腳回來 而它還沒爆煲 或者音樂還沒停 那你就有錢賺了 但是我只可以說 不是一定沒有錢賺 你只是適合投放一些 你認為輸了沒有所謂的 可能是幾百美金 可能可以賺到 但是我講真的 我就不會推薦你去賺 不過如果你是賺幾百美金 為什麼不? 如果你進去夠早 可能沒事 但是千萬不要介紹別人進去 這些騙局 因為未必別人可以學你這麼清醒 他以為這個是真的 他開始就相信這個夢境 其實是這個幻覺 其實是事實來的 那就糟了 有很多人是輸身家的 輸到跳樓的 但是我覺得這些龐氏騙局 其實他每次都是用一個 讓你覺得 too good to be true 的Marketing的手法 而真的會有人賺了錢 是真的 但是那個是不是你呢? 那我就覺得幾百美金 玩一下 其實都是一個體驗 但是我就覺得 嗯 我想我就不會浪費這些氣 我覺得 玩一下又不是很多錢的 都不是說不行 但是我個人就不建議 亦都不要分享這些東西給你的朋友 如果你見你朋友 是跳下去 或者已經在這些陷阱裡 你就真的要拔出去 因為這些 這樣的操作模式 一定不會命長久的 希望你喜歡這個影片的分享 看看你身邊的朋友 或者準備有人想跳進去這些局 就要拉住他 又或者你可以沒有事沒有幹 都跟朋友分享 你有沒有看這些 小心點 可以這樣操作的 所以他可以即時分錢 就純粹是因為這樣 如果你說玩幾百元 是沒有所謂的 千萬不要迷進去 希望你喜歡這個影片 給個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 有很多人的 我會看到